我一首新歌叫Crack 我的串法就是C R A C K 還有一個感嘆號 為什麼Crack呢? 其實有兩個意思想跟大家說 因為我首歌中主要是這兩個字 就是Break和Pick Break就是希望可以打破自己 Pick之後就很想實回錯心 之後再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者喜歡做的事情 再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也很多這群團隊 尤其是今次我這首歌的監製是Edward Chan 也是一個我很想和Edward監製合作的一個機會 因為我之前也有留意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也非常好聽 而且又很容易入腦 我也想不到自己會可以 接下來這首新歌由他做我的監製 內容呢 其實之前我也有跟公司說 之後的歌會是什麼 我想要什麼形象 我自己就想給大家看 我想沒有這麼少女的東西給大家看 所以就跟公司說了 不如試試走一下型格的路線 所以就選了這首歌 而且去打破自己 今次Crack這首歌 主要的部分就是看手指母 對 都非常有標準的 我也很開心 然後形象上 我也算是新嘗試的 因為我又戴著一頂 那些叫什麼 牛仔帽 對 牛仔帽 包頭巾 對 包頭巾 包頭巾 現在都算流行的東西 然後我又戴著頭巾 然後我自己也沒試過這種類型的 就是異著的形象 但是也是跳出了自己的舒適圈 還有跳舞 因為很多都是剪影的部分 所以跳舞姿勢就要非常 就是不可以跳錯 然後那些動作又要 就是拉得很長 本身是很普通的做一個動作 但是真的要做得漂亮 因為他是在拍攝的樣子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除了跳舞之外 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挑戰 就是我MV裡面的這位男主角 第一次這麼親密 那我的感覺就是 我很害羞 少少害羞 然後導演他就安排了一個 類似小劇情 就是我是要很主動地去逼動那個男生 然後又要餵他吃波板糖 其實我沒有主動跟我男主角聊天 是多得導演 我這個MV的導演 卡 卡姐姐 他就 我們在坐小巴 然後他就說 喂 Yumi 你過去跟他聊天 一開始是有一點尷尬的 就是大家又不認識對方 然後又不知道聊些什麼 好像被迫要跟大家聊天 是啊 但是之後都OK的 之後大家都聊得好 還有大家的年齡也差不多 年齡也差不多 還有我剛剛考完DX 但是他就明年考DX 那我也很開心 我們整個 給他分享一些經驗 是的 我分享我的心得 考DX的心得 經驗給他 那大家都挺好聊 嗯 嗯